第一百九十七回,強歡笑,心妻同命了,苦前面,長斷可憐笑, 潛夫冷笑到,恐怕昨晚師會情人,跑慮了吧? 你怎對真人還說假話,消青忘叫,好哥哥,莫要這樣,潛夫到,這樣敗類, 不但不蝕說他,昨晚明知他師會吹家丫頭,我卻沒有過問,他三個只管奸謀鬼計, 早晚飯我手裡,自有公道,消青見他神太激烈,出聲點高,恐慶長走來聽去, 一面低聲求告,一面又問,我這孤易知子又甚喜信,潛夫見他急得可憐, 變到,看你面子,只要不生變,從此我不再提他三男女就是,我和你商量的話, 已對師父說了,定准你母親一臟,便由師父把你換去同住, 你如遲疑,不躲開他們,早晚同歸於盡,悔不及了,消青年又膽小,天性又厚, 此而不捨輕掌,意欲想機挽回,毀缺不定, 繼而吃消肉氣寒了心,又強迫他取降雪為妻,一同苟且,便缺繼與輕缺烈, 但決定以後,又想起消日平日需愛自己,無奈父母所行太惡, 焉枝無恨,萬一千怒,不肯過於關照,如何是好,一聽潛夫之言,也頗心起,又想,自己一去, 輕掌無人間勸,不知依於胡底,自己再則也事無用,事已自此, 照作晚自徒心腹,天良喪盡,說不得只好先打脫身主義,日後再揭盡心力, 還舊一點事一點罷,想到這裏,不住悲壇,潛夫之他天性至厚,恐其故此失彼, 故意勞問,你還不願去摩,那我就回復師傅去,消青荒道,哪有不願之理, 我是覺著家興孤單可憐,我又勸他不轉,太傷心了,潛夫冷笑一聲,正要答話, 忽聽消欲再哭,無敵,消青想起了今早無人,必說降雪親時,一面應聲,一面潮足潛夫千萬等有人來再走,潛夫無問,莫非怕他欺你不成,消青不好明說,只答, 有為難事,有為難事,不是欺我,請你陪我一陪,可不要給他難堪,免得走了生氣,潛夫白頭一點,消青望去煮臉,消欲光起,見日光已上,四無人聲, 昨晚有愛之情上還未盡,喊了兩聲,只聽人在廚房答應,不見酒來,料是申起燒水,也想到兄弟勞苦, 昨晚不知受動沒有,今天人多事多,易獄趕往相助,剛進廚房, 一眼皮見前夫坐在飯桌旁,桌上放有年菜空碗盛湯,勾起前階,好生不快,勉強向前夫略為招呼,便問, 弟弟在做什麼?燒青望答,我早起燒水袋下,肚皮餓了,多虧確細哥來幫我下了兩碗掛臉吃了,正吸你轉呢? 燒慾心想,此時無人,正好向兄弟勸道,偏生小鴿跑來,藏魂外眼,心中有氣,又不變發作, 要設湯灌水洗手後,自往房中等面,滿意前夫與己面和心為,不會除來,誰知前夫之燒青雙流作伴, 必有原因,性他回訪,抽空跑回家中告知二老,缺計手著燒青,不道午後俠來不走,面好人回,也同走盡,人家傷亂相助,還需誠情,不能過於懷慢, 潛夫也不女他,自和燒青談說,幫同料理入齊,燒慾妹換燒青,潛夫必定隨往,再自燃烏,無計可思,燒慾也頗聰明,幾句哼過,仿然大悟, 明白兄弟不願降說為妻,有心找出人來作緊,不敢憤怒,喊罵,不知好大的東西, 除非你不認我為兄,離家別居,誰還能保你一世,我如不把這親事造成,四人合力同報親仇,世不為人, 因降雪丁竹不許硬逼,勝否都不許再吸兄弟氣壽,否則不肯甘幼,當時恨在心裡, 索性逼,索性避開,不再踏離,直階道身未知交,才來了以三十人,環區時燒日門下,燒青雙口的同門師兄弟, 因奉思命,會同前來,事前已先作人送信,雪桑家無人,所有祭職子博區都帶有,一到就上宮,公園一起燒, 佛士招禮由本家子弟和村中一些信佛通經的人,在靈前扮眾,來人一半屍命難為,一半看在燒青面上,草草中長,燒青自覺冷落,不似往日別皆熱鬧全經,善難怨人, 好生傷心,人走將盡,猶在靈前悲聲眾驚不起,燒慾卻之者是居民, 巴不得祖詩人走天黑,好去腹躍,見葬正合心意,不遼確前夫受了乃弟之足,獨獨不走,燒慾食忍不住, 方要發作,還算燒青見姬,看出乃興神色不妙, 草足前夫,自己難關已過,可請回去,命早再行長告, 前夫也要歸時父母安慶,方此別去,燒慾欣要先令他早去,奉若論欽, 前夫一走,更無秘技,只和燒青說了句,留心緩護,不許外人走進,匆匆進房, 披上作晚斗旁風帽,立即喜情, 這時天未日深,又直身正初三,人都誰足,各家都在想發行樂, 花泡滿天,爆足之聲似起比英,物如觀珠,四外紅燈高低錯落,燒藥繁星,去吹家這條路須最逼靜, 山天臨超,也有好些燈光染影, 這環是大雪之後,村主情趣不介,無人為首,僅僅村人自為點綴, 如在昔年,環繞熱鬧風光得多,燒慾中視作賊心虛,一路染染藏藏藏,如非使行, 且起路上只迴避不及遇到過兩次人,又因有風無遮臉,都吃誤認,不知是幾, 哭了兩聲逼人名字,莊莫聽見,再故意向旁路一搖,藏向隱柱,看人走遠,再加速前行, 所以全未看破,欠讚,妖子真個聰明,如非者身裝束,幾路馬腳,邊上邊走, 一會趕到,遊外望內,迎和作夜一樣冷靜烏黑,不見燈光,輕輕往門上一旦, 江雪首先認聲而出,引他入內,到了搖仙室內一看,鏡子梭莊卓已經移開,卻把方桌打向正中, 上手切著四副杯筷,桌前放著立青香爐,上環未點,滿桌菜窯,將士擺公神器,兩旁角有兩把桌椅,吸末杯筷,地下鋪著紅箭,這環不期, 最奇是兒女都穿著一身吉服,搖仙博師之粉,月顯美艷,面上神色也看不出是喜是恨, 蕭玉不解何意,哭了聲,指指,未及問惡,搖仙不容說話,敬令降雪領往別室更衣,出來再說,蕭玉只得隨去,乃是降雪我失,見大椅上放著一身吉服, 心中奇怪,疑似想間,降雪眼圈一紅道,指指今天就嫁你,這新郎不願做摩,快換了衣服出來,我去他房中等你,蕭玉聞言,雖是心願之時, 但想起雙方無上三日,便這等舉動,未免於心不堪,遙先盛情,說了就做,又不敢遲疑,一面脫去斗棚風舞,望哭,妹妹,為何今晚便要行禮,快請言明, 免得笑時不對指指心意,照他生氣,降雪把嘴一闢道,笑時他自會說,憑你這樣人,我指指的心意才測不透呢,從今以後,你只照他說的去做, 報你沒錯就是,我先走了,說吧,不再搭你,敬直走出,消欲見那衣服區是那惡生前所穿, 長短大小區差不多,匆匆穿好,趕張出去,以內以將香粥點好,先同向上跪下, 扣頭墨足,容甚至悲憤,卻未流淚,扣白起立,遙先朝江雪看了一眼,江雪變對消欲正式雪道, 指指為你癡情所感,本來缺計家你,今日無親戚三,下午來了幾家女眷,南的紫燒日同了三個小狗男女, 走時居然想點指指親時,二思白起之後,便由他作主過禮,分明有人吃了機密, 他為賣好,順水推走,指指恨他入骨,暫肯讓仇人出面煮分,當時哭訴, 無死傷心,不願為仁,今生決意鴉各中佬,因了他已知指指和你有了情分,並還和他說明, 母親在日,正將指指許吸消欲表弟,彼此也都愛好,但遭此獲變,萬年皆悔, 加以兩家君受村人疾恨,難保日後不有口事,前日還令我與你送話,請抽空來此當面說明心意, 誰知你也和他一樣上頭,等伏終以後,便即出家為憎,以後彼此不分不嫁, 以後彼此不分不嫁,只自勸你不從,只好聽知,知他憐憫為孤,心即是非苟而自明,所以不備嫌疑羞恥,明說出來, 出家一層再也休提,這該死的竟信以為真,不但把你來此詩會一節掩飾過去,反倒誇我指指有孝心,有志氣, 再三勸慰,還在想等日久愛涉小減,生活一點,再行勸扮,指指等他走後,一想奉有無命, 不時私藥,當此危急艱難之際,不久又要設法報仇,名分一日不定,萬一有甚挫折,也對不起你,此時全村皆愁, 是貴重拳,能計無智慧想,顧忌什麼虛情浮禮,恰好今晚的事,缺計先和你足告過兩家父母,當時拜堂,定了名分,然後換去吉福, 三人同心,共報親仇,你已如何? 消欲雖覺這樣過於草率,但為美色所畫,也就沒有心事,反乎我道,我早說過,只要指指說話, 生死獲福,無不為命,說什麼聽什麼,還容商量則審,遙先笑道,只恐口不認心,未必能都聽我話罷, 消欲勵力言,哪有此事,江說道,我信你,莫要錯過吉時,只指和姐夫該拜堂了,遙先為報無仇, 雖然心心計讀,忠是紅龜幼女,一聽拜堂,也是有點勉腆,人記美貌,再帶幾分修意, 亦更嬌嚴,消欲汗寧,月發心蕩雲燒,直恨不能一碗水將他生煙下去,先向紅毯上立定,遙先經降雪一拉,也隨即走過,由降雪低聲讚禮,同拜下去, 跟著電走,然後將上位杯快切下來,分到兩旁,消欲,遙先並坐,降雪對面相陪, 剛一坐定,遙先又吸降雪浸了杯酒,然後離座,撲地拜倒,降雪就出不宜, 望同跪拜,大驚問道,指指,這是做什麽,遙先蓋然答道,由明日起,我們三人變入憂患之中,受敵禮害,人是難知,我是母親生女,不聞是非成敗, 她非計她為之不可,欲低有半子之意,由時我親愛丈夫,成她癡情中愛,除我我身上膽,雖然為我所慮, 一則出諸她的心願,二則我仇也是她仇,意不容辭,唯獨妹子於仇敵素不相干, 只為母親臨終一言,便隨我共苦劏火,在你故事效義中烈,在我卻是紋心不過,今生無以為報, 只好扣幾個頭,略表我感激之意,你若不愁,我便不起來了, 降雪也開然道,指指記者魔雪,妹子愈不敢當,賭國不好,妹子告罪,先喜就事, 遙先又扣了幾下,降雪受了,方此歸坐,消欲堅哀欲人,正涉下想, 見此悲壯情形,看出謠先今日之舉,傳為前路奸毅,吉凶難卜, 又不願受仇人主婚,敢和自己正了夫妻名婚,以便策例復仇,見面嫌妓, 看神氣,定是有名無實,未必肯讓自己溫泉苦愛,不禁把滿覆熱念燒去一大半, 遙先而賭,遙先而賜入座,便舉杯勸飲,譚笑風生,更不再提傷心之時, 消欲堅見他欲面生春,目波明媚,端的容光照人,以太大方,令人愛而忘死, 不禁有心當神而喜來,坐記憶近,遙先大方,毫不修劫, 乘他勸飲之際,蝕足猶疑,全無混色,心中越喜,陷喘,既以拜堂, 當然還要合緊,雖然身遭大顧,不能喪心病狂,消云真過,照此神情, 每夜來此相會相抱,並投共枕,誰想一回,總可如願,正在胡思亂想, 降雪道,大家酒粥飯飽,該請身夫婦合緊了,消欲看遙先罪太嬌容, 聲謀未展,半增半合,似有睡意,聞然未知可否,見降雪起身來負, 也將著有點醉意,半假半真地隨同降雪將搖仙扶向床上,脫鞋倒餓, 降雪將將蓮放下,草聲雪道,指自己夜沒睡過一時好覺,照例走後逼睡, 你幫我收拾完筆,我走,你自陪他,茶桶內抱有好茶,他氣不得,莫再氣他, 燒肉惡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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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 該當如可,女兒家愛秀,如不親熱開張親近, 明夜必難,有心上床溫泉一回, 欲人喜怒難差,一歌不巧, 誤會自己欲謀不跪,願了還好, 一非情願,必然大怒,不好收拾, 暗說此時最好守自藏前, 待他省,轉,自己開恩,以表忠誠,方為上叉, 無如一匹千金,量消易度, 當夜必須歸去,其世不能終夜, 到時降雪必來吹走,萬一不省, 或是怕收不願親近, 好容易有此一日,錯過喜不可惜, 像這樣進記不敢,退又不捨, 眼巴巴望著心上人, 只有一張資格,不能親近, 思潮起伏,心中亂跳,舉棄不定, 忍不住走到床前,偷偷揭開張逢一看, 遙仙面朝外即惡枕上,睡神安穩,實在不忍驚擾, 看過兩次,心想,放廉時遙仙已黑眼, 不曾看見,不能親近, 且看他個舊再說,隨把張紙掛起, 將燈移近,燈下美人, 由當最後,愈看愈愛,愛到極處, 是把被各微微揭開,忽聞見一股溫香自備中透出, 立各心聲搖搖,不能自製, 搖先本事和依而惡,被揭處之態不情, 首先觸目的,便是平時最深愛的那雙籤觸, 村人自從上輩千人以來,便定規章誰介, 不許婦女前觸,以免習武操作全都不便, 一有事變,婦女不但無用, 反乘類罪,搖先天生麗質, 本就通體農簽合道, 加上母女而人驅都愛好天然, 擺一雙觸整理得總夫豐然, 抵平止念,柔若無骨, 須不前觸,臨碎形穿碎鞋, 以免酒釀,端的未秀已結, 這時穿著一雙雪也似白的蜜子, 正無微塵,超生生蝶在憶起, 甲外顯得動人,再加上那玉鼓風型, 柳腰簽細,須被衣服裹著, 外觀只是一點輪廓, 愈而引起人的隱眉思索, 燒肉對此活色生香, 一時情不自感, 草草苦身下去, 先從雙觸臭起,以此而上, 聞來聞去,快要聞到臉上, 有心親他一親, 又不敢造詞, 只得跪在床前, 抽近後邊,儘管偷聞方式, 正在得趣不解蠶之際, 姚仙縮地遊醉夢中, 將兩條玉鼻向前一身, 欺負將蕭肉滴頭撩住, 口中模糊夢說到, 玉哥哥,你真愛我摩, 原來二人連睡相差只有十多天, 以前搖先順傳客氣, 先哭表哥, 兩小無差, 入佔親密, 又改清玉歌, 平日哭慣了口, 直到遠秋死前不久, 隨文明生日, 改夫玉帝, 燒肉卻始終闊之位置, 愛極忘形之際, 忽然嬌夫親密, 玉碗環抱, 玉人夢中尚且如此, 可見情深愛寵, 如何消瘦得起, 望袖世溫泉, 緊緊貼在玉塞上面, 盡量親熱起來, 才親上幾口, 正在雲消心醉, 欲死欲仙之際, 遙仙突地驚醒, 見燒肉跪在枕前, 正和自己親熱, 立即增身坐起, 次要發作, 見燒肉滿面驚惶, 跪地未起, 又各可憐, 嘆了口氣, 雪道, 還不起來, 事甚揚子, 燒肉方不滴應聲喜立, 牛尼道, 只指不要生氣, 我實在太愛你了, 遙仙也不履他, 自喜對驚你了理髮, 手抬處, 露出嫩牛一般半直肉臂, 看得燒肉心裡直癢, 只是不敢再為無失, 心悔色彩只顧親他, 手在頸上環抱, 就忘了虎摸一下, 遙仙履原了法, 仍回我枕上, 香燒肉到, 你來同我躺在一個枕頭上, 英國竟然, 色彩酒醉, 我還有好詩話沒對你說呢, 蕭肉受寵若驚, 亡即應聲走到床前, 偏心惡倒, 姚仙王女一樣, 蕭肉方想就細拉他, 姚仙嘆道, 癡兒,癡兒, 你怎一味情癡, 絲毫不知離海, 蕭肉驚問何故, 姚仙淒然欲哭道, 我對不起你, 好在只有這片刻之間, 只要不回來, 由你愛我一會吧, 蕭肉忙一把將他抱住, 驚問, 指指何出此演? 姚仙嘆道, 你那裡知道, 你不用說, 連我和江匯都落在媽的旋計中了, 實告訴你, 媽為報仇, 死時對我爭用不小心機, 還教我對你許多權謀, 我時候追思, 此得明白, 其實媽平亦愛我, 如命, 便得如此, 非再轉過一個人生, 此仇也是必報, 何況我又聖情剛力, 然出必行, 朕肯扶我死母, 明知不可謂, 仍然照他所說去做, 前作兩晚, 我對你忽冷忽熱, 以及今日, 君召媽的指使, 前晚你在外面受冬, 我的心直如都似一樣, 但事無法, 事已自此, 不這樣, 怎會使你死心塌地為我盡力呢? 可事你知道摩, 由明日起, 便是起此復仇之日, 仇人何等禮害? 你我如何更得他身, 即或僑行成功, 他手下有本領的門徒那麼多, 全村害人不會無偽, 我夫妻姐妹三人, 一個也休想落個全屍, 事與不成, 守著對媽誓言, 你我夫妻永無團圓恩愛之日, 地老天方, 此恨無窮, 叫我這副心人枕對得起你, 越說越心酸, 竟把頭埋在燒慾懷中, 哀哀痛哭起來, 燒慾聞言, 忘歡為他道, 好子子, 快莫傷心, 你聽我說, 遙先一道, 他老人家只顧服愁心切, 到死還用心機, 害了愛女, 又害了愛世, 事到如今, 還有什麼說的, 江會怕你寒心失智, 願我不向你套路, 我知道你愛我入骨, 為我死了都甘心, 不說更難對你, 好歹死也做個名白鬼, 女人中事獲水, 我也不懂有什麼好處, 值你這等愛法, 為我一個苦命人, 害得你不孝不遞, 不仁不義, 活了再送一條小命, 真冤枉雅, 消欲歸然道, 只只對我這樣說法, 怎樣橫死都值, 何方人定勝天, 也還未必, 你說我愛你, 如命, 可知你也和我一樣, 色彩你還怪我親你, 實在我先衰愛極, 並沒敢亂動, 還是你在夢中哭我欲哥哥, 身首先抱我的雅, 遙先聞言, 亦發傷心, 重又僅易, 卑一不止, 消欲一面溫泉苦愛, 一面溫然勸勉道, 人活百歲中衰死, 我不信只有今生, 就無來勢, 只要彼此心堅, 今生能報仇, 逃出山去團園, 故事求之不得, 切有差池, 你我不會再託人生, 從結夫妻嗎? 不過今生只只慣冷落我, 來生我也變個女的, 讓子只變男的, 也來愛我, 卻不似子只那樣心硬, 要親就親, 要愛就愛, 哪比今生還好嘅, 這一番超話, 擺搖仙也忍得破替為笑, 淒聲說道, 好弟弟, 我照母親之計, 本定今夜靜名以後, 稍微讓你親近, 把心係住, 到了明早, 不是為了本題, 決不許輕易相見, 就見也做得你提笑皆非, 近身不得, 色彩我試裝聚, 本意你哪樣熱清, 不會不起兒女之師, 我呢, 既要你為我效死, 名分想又是你的妻子, 為報無仇, 稍微不遵無計, 以身相報, 不使你往復虛名, 也不貴過, 可視者摩一來, 你須於是個人, 卻近於禽獸, 從此我非但看你不起, 雖為我白死, 也是應該, 並且也不會再有好嘴臉對你, 誰想你對我真過情有獨鍾, 並無邪念, 此而江妹任好說你換衣籌處, 雖又見你行禮勉強, 已覺出你並非禽獸受愛, 後來我裝聚惡藏, 仍沒有有絲毫邪念, 我只會視前已露出合緊和藏口風, 你不會不曉得, 你愛只管愛極, 連驚醒我都不捨得, 別的更無容說, 到此才之媽那臨危亂命, 所說男子皆為食慾, 十九無天良, 女子一失身立敗之言, 不足為憑, 現在事情不容易改, 我也決不再對你用甚權謀, 不過仁然可謂, 是貴機密, 你到我家, 清帝決不向人泄露, 仇人如何知曉, 可知有人已對我們留意, 尚行仇人由念夠清, 不但說是用話暗示, 連兒女都不使在則, 聽那口氣, 還不許被人欺母偏造, 但我們到底不可不防, 還有降會中情清帝, 勸他不聽, 我看此事直和報仇一樣艱難, 並恐稱帝不久患要離你往依仇人, 到時千萬不可難阻, 你子弟輕二人, 他不在內, 還可留根, 以免覆巢之下, 更無言論, 變更會雖然情癡, 也不願他和我們一起受害, 這都是前世冤孽, 沒法子的事, 我已想開, 時光不再, 反正是你妻子, 一回該走, 且由你親熱個教霸, 消慾起初不是沒有慾念, 只為身遭喪變, 師會情人以乖倫理, 如何還敢生且心, 天人交戰, 時起時止, 心中不能無動, 及至遙先闢成相遇, 至途心腹, 心中加了許多感激快慰, 情愛也隨之嫁爭, 色慾之事, 反倒去了個乾淨, 只相會相抱, 物愛輕憐, 轉不似起初未足機夫, 立即心當神遲了, 一個是多年渴望, 才將溫香再抱, 一個是為彈郎癡情感動, 盡去識謀, 二人你愛我, 我愛你, 恨不能將兩個身子融化作一團, 偶然想到未來的憂患, 又樂極悲來, 不可斷絕, 沒了再互相撫慰, 盡量溫泉蓮飾, 重複飾淚為歡, 端的蕩氣回場, 無限前面恩愛, 比那真個蕭雲還要甜蜜親愛得多, 無奈時光二世, 歡如虎團, 遙先覺得已到時候, 連番吹起, 消欲自然不捨, 又知遙先已不會再加親戒, 推說到時光媒必要進訪來吹, 他沒前來, 可知尚早, 只管拉在床上, 緊勾姚仙不肯起來, 姚仙實在也是有連意外, 不捨分別, 二人有恩愛了一陣, 姚仙方估計時久, 不能再哀下去, 忽聽降雪在臉外吸收, 消欲還在流暖, 姚仙無法, 只得聲波未喻, 楊親道, 你又不聽我的話了嗎? 消欲畢竟狗受挾詞, 見他有了懦意, 方道, 好指, NN, 莫生氣, 我走就是, 姚仙聽到酒字, 心裡一算, 又見他雪原, 放手欲起, 仍是平日思毫不敢和自己忽略神情, 忍不絕哀向消欲身上, 傷身欲喚, 緊緊勾定, 邊親邊妻聲雪道, 好弟弟, 莫傷心, 我橫筆一樣捨不得你, 嘅, 這是木法的雅, 但願黃天鑑連, 使我夫妻不問如何, 將來形得團圓罷。 說時, 滿腔熱淚, 奪腔而出, 流了消欲一臉, 重又貪道, 喲, 照我們日後所行所為, 指恐鬼密見疾, 天是不會垂簾的了, 燒肉眼含通淚, 反手留抱, 正代威解, 剛雪在外雪道, 指, NN, 我已來了一會了, 請和這夫起來, 說幾句話, 酒吧, 姚仙文言, 吊時不早, 心中一驚, 連忙鬆手爭脫燒肉懷抱, 掠色眼淚, 又床上中下地雷, 取鞋要穿, 燒肉也跟續坐起, 見姚仙坐在床邊, 撩起一隻超生生的籤竹, 色彩床上一滾, 物大脫落, 欠張竹同露出, 欲機如雪, 又白又嫩, 不禁情動, 各著者雙香腳, 尚未親熱苦愛, 試過陷事, 為恐姚仙游說他苦前, 連忙改坐衛貴, 先朝姚仙扮過苦臉 抹黑之容, 然後苦身下去, 將哪一條軟肉捧張起來, 先是連摸大微紋, 隨又朝他密口露欲一段狂臭不宜, 既見姚仙停手相待, 任他愛玩, 如發心貪, 又試探著想將掃物脫去, 姚仙見他太已情窮, 不忍斥責, 只得貪到, 剛會進內罷, 我下重了, 隨手一推, 將腳奪過, 嘲笑肉白了一眼, 此笑此運地低於道, 這大半野還沒狂咎, 天都什麼時候了, 看你這身衣服被你游成什麼樣子, 同時降雪也牽連走盡, 蕭玉知道在鬧, 恐要觸怒, 只得穿鞋下床, 只去惹上坐定, 降雪抱着蕭玉衣服走來, 見蕭玉滿臉類之狼直, 目光注定搖仙, 如外子一般, 一身吉伏滿是奏行, 搖仙也是魂奔蓬鬆, 淚光形滑, 枝粉凌亂, 皂紋滿衣, 即此二人扭結像, 打了一次長家神戲, 金鐘好笑, 想起色彩所聞情景, 又代二人可憐可慘, 眼睛一酸, 幾乎落下淚來, 搖仙願不備他, 便問, 妹子既然早來, 天想快亮了吧, 江雪道, 時候倒環不算很晚, 但你必有話末對這夫說呢? 姚仙文言, 略一沉思道, 妹子, 你到這女來, 我又話說, 江雪縮地面容一邊, 隨了過去, 消欲見葬, 陷喘, 他指, F, 說話, 此時枕環被安, 流心一茶漢, 見瑤仙附著江雪以朵雪了幾句話, 江雪此而搖頭, 繼而以餘, 亦此不願, 沒了瑤仙面帶黃吉, 又拜了兩拜, 江雪方此有了雲兒, 潮消欲瞟了一眼, 又嘆口氣, 消欲先前不解, 後見瑤仙不住萬福殤告, 從小至今, 第一次看見他圓臉向人, 隨悟出瑤仙必是見兄弟 不要降雪為妻, 連他胡丹, 亦欲而女同歸, 暗喘, 指, F, F, 對我欣情如海, 枕環忍心在愛逼人, 何況他又一心亂著兄弟, 此舉萬來不得, 且莊不知, 等將來只 F, F, 對我提起, 我再怨言相距便了, 正在胡思亂想, 遙仙已把話說完, 走過來說到, 天環上早, 欲敵吃點東西再走, 我已請江妹偏勞了, 江雪又看了蕭玉一眼, 轉身就出, 蕭玉大喜, 又想過去樓浦, 姚仙說道, 你這人怎這樣俗法, 乖乖給我坐在哪裏, 蕭玉殃告道, 那麽我和紫紫都坐在床邊去吧, 遙仙簡無作息道, 我偏不坐床邊, 說罷走了過來, 蕭玉道, 過去詩, 我還沒有地方坐呢, 蕭玉以之貪無事假的, 連茫陽出一半耳子, 二人並肩坐下, 遙仙道, 媽對爹常說, 上床夫婦, 下床君子, 本來你此時該走, 是我可憐你太不容易, 和江妹求說, 留你少坐一回, 吃點東西, 身上暖和嬉再走, 你如正方才一樣互鬧, 我就生氣了, 說點正經話多好, 蕭玉莊著位曲應了, 遙仙說道, 你莫和我造作, 我此時為你, 心比刀繳患要難受呢? 蕭玉經問, 指, NN, 說不傷心, 怎有傷心了? 遙仙道, 不是傷心, 是難受, 這且不對你說, 我來問你, 明日該是豈此復仇日子, 雖不是當天行事, 要在兩家葬母之後才行發難, 事前總該有個打算, 我知你已決出一條命, 但白宋聖命於事無際, 喜不更冤, 你打什麼主義沒有? 蕭玉到, 昨晚為此我想了一夜, 各爵仁要寫命, 事無不成, 只有一張難處, 現在主義已經想好, 但我不能先說, 指指必須連我, 不要見怪, 也必須依我的話做, 總之事成, 我必能替身, 不過只指, 剛每時前無要先逃, 一即面我心願指指, 於是有呆, 二即面你倆姊妹事後白白受害, 還要往下說時, 遙先已明白他心意, 不過身陰其難, 拼死行刺, 確放自己逃走, 並非什麼好主義, 笑說道, 你倒雪得容易, 果真你能更得人生也罷, 告訴你, 這個方法我們早已想過, 只是萬般不得已的下差, 須到萬般絕望, 只殺老的一人, 才拼這命呢, 此刻還不到時候, 千萬造他不得, 我識財想, 到底是緩意圖, 到時看是行事的對, 用不著先就受煩, 燕和剛會相定, 改換前策, 決計過了百期, 相好步驟, 出其不易, 說下手就下手, 橫樹我三人早晚死在一起, 樂得快活一天算一天, 明天你先不要來, 等過破五畫手七葬後, 清帝必走, 哪時再想法時上聚首, 一即你無親生你一場, 也該盡點孝心, 而即你也少壽人一點討罵, 並且還可證實我對壽人日間所說的話, 免去他的疑心, 日後下手也交易謝, 你看如何, 消欲自事不願, 方要開口, 搖先未露到, 你這人不知好歹, 不是無失, 就是指圖眼前, 本來為備受的和村人而記, 今日一聚, 便當遠你疏遠, 因為可憐你, 推後了幾天, 色彩又向降雪求雪, 拼著多受艱難, 反正不要聖命, 下手日期記改在百期以後, 還由你時常相聚, 你偏連這個三幾天的分手都內不得, 更會為此還埋怨我對你情癡, 恐怕難免將來吾事, 倒落個兩頭不討好, 真偶人咧, 消欲方道, 我又沒說不聽, 指指錯怪我了, 搖先說道, 你哪幾根腸紙, 我數都數得清, 還看不出你的神器, 才一點也不錯怪你咧, 既可聽我, 從此我最下手三日以前, 決不再想傷心的事, 只等你過了破五常來, 只要不思邪, 一切由你, 總算報答對我的癡情, 做鬼也心安謝, 就這機會, 萬一能想法史清帝和江會 為這段因緣成就, 我就索性把他兩個闢開, 否則萬無兩全之理, 報仇之事, 有我夫妻而逐, 但能小搖一個, 總是好的, 或卻要出桑以後得便再說, 不可粗切, 清帝如在固執, 江會須是女流, 江烈更勝於我, 便是清帝穩分, 也指心上安樂, 未必就此敗手, 他叫你不要勉強精帝, 便有於衷不能掌上愛好之故, 再如不穩, 奮擊之下, 更是無法, 勸轉, 色彩看他神情, 龍巧還會先我發難, 為你這冤家, 此後還得對他多留一點神呢? 燒慾聽了, 才知姚仙色彩和降雪以餘, 另有心意, 亦發黑骨鱗機, 感激替靈, 姚仙又勸他, 彼此心跡已明, 此後好在心裡, 不可過於輕狂, 燒慾把他愛若性命, 敬如天人, 一一應了, 姚仙見他果然不再亂動手腳, 無形之中又加爭了若干連愛, 一回, 江樹端著三份掛面進來, 吹著吃完, 燒慾受了姚仙之教, 知道降雪不枕看得他起, 不能再留, 於萬般無奈之中, 不等開口, 起身告辭, 姚仙請降雪收十盤碗, 對燒慾穿好衣服斗紅, 親自送出, 到門口, 又任他緊落樓抱親了兩親, 方齒各自淒然分別, 燒慾別時雖然難受, 走到路上, 想起前時, 仿如夢境, 指覺深深康泰, 無類無憂, 到家天意快涼, 輕輕掩盡一看, 兄弟正貴靈前, 對著一盞昏燈默默眾驚, 尚且未誰, 不禁重又激發天涼, 抱愧萬分, 低聲換道, 無敵, 我身罪情網, 今為罪人, 實在對不起你這好兄弟, 燒慶如在平日, 驚此一言, 早已感動, 因日裡見他那等神情, 全不以忘母為念, 日晚便扶情人憂回, 徹夜不歸, 調定與搖先有了久且, 三間同謀, 禍發無日, 萬難懶舊, 心意涼到極點, 只當有事受人指教, 遠遠埋好, 便作睡客, 自己本事睡了一覺起來, 想者為網母念經克服榮名, 以被抵擋他的水水不憂, 挨過胖悟, 寫此他去, 文言不但抹角出乃輕天良發言, 返國王急, 怕聽下文, 故意念完一片, 才答唯道, 我跪在神前許下心願, 今晚為媽念完這一創經, 個個請先睡吧, 燒慾聽了,愈發慚愧,有心陪他同念, 又覺不客之罪已無可追,不善念者一夜經便能玩蓋, 心也尋不下去,知道乃弟至誠心堅, 說了必行,只得說道,無地累了三天,早聲念完盡內睡吧, 你該死的個個不陪你了,燒清也沒聽盡已去, 含回應了,弟兄二人同失以夢, 各有各的心事,勉強捱過胖午,到了頭七,吹,燒兩家同事出殯, 燒日親往照看,兩家子女各不免悲哭一番,等到安葬完畢, 燒日便把燒視帝輕換至面前,先訓免幾句, 教以此後如何為人,臨分手時,忽作不驚異地對燒清道, 清正你年紀大優,用公正緊之際,天性又厚, 入內可搬到我家去住,免得姑妻傷心, 擔悟盡境罷,確潛夫在則,首先讚樂說,清弟每日在家哭得可憐, 好在都不在家裡做齋,索性今天搬去也好, 隨約了兩個同門弟兄,不由分說,拉了燒清就去搬雲鋪該和兵人書籍, 消欲自受義女子教,須則義中,見乃弟對他被知為恐不請, 看神情此早預定,別時止說了個歌保重,全無留戀,想起眾伴親離, 不以為人,又是傷心,又是氣憤,以內在葬場上盡愛盡禮, 正眼也沒看消時兄弟一下,做得極好,連消日都幾乎覺得仁然難憑, 未必會報乃母後陳了,燒清恩確潛夫和諸同援虎勸, 異縮授業,又非遠離,永不相見,在家木島乃輕種種到行逆施之狀, 為故大局,至已結身被禍為師,又見慶長自初三野回來,直到出殯,都守在家中, 同伴亡母身後,更不外出,神情也不似日前分亂,也不在代降雪雪親, 相待更是和善,以為乃輕受人如龍,忽然悔悟,不禁有勾動手足之情, 不捨棄之而去,計一想,本就不遠,天天都可相見, 只要查出個個真個改好,索勝和叔父求說,連他一齊搬過去, 永離和害,喜不更好,千句叔家,時已定局,想過也就拉倒, 確前夫雖然就近,因房出事,不便托他查看,在蕭若家中住了三日, 每日歸時,蕭若驅在讀書雜母,誠心隔上三日又往查看,仍未離開,蕭青問他, 怎不去向叔父求教,蕭若說,叔父定信確家小而殘言, 否則你也不會搬走,自來燒破莫月節收,自從無第一去,我十分愧悔發憤,好在確老還講公道, 我時想做出點樣子,等吹到叔父業中去,連恨我的人都改了口氣,說我好時,我再往求他連我一起叫去, 帝兄一同壽業多好,這也是搖先表姐的好處,我實在愛他,如命,他媽又爭去我,誰知無死傷心,立世不嫁,我連求他三日,此而完全客氣, 末一天境下逐客之令,是我傷心已結,不信你問郭家小鬼,那晚我不在此看書集母到深夜, 幾憎恨離開過魔,消青文言,大為感動,師弟下一問潛夫,潛夫冷笑答道,你不用問,此人喪心病狂,無藥可醫療, 消青在三盤傑,個個每夜出去也未,潛夫答道,每夜室中必有燈光和謝似煉舞非煉舞的聲音, 有時深加半夜還有,燈光也時有時無,天一刻老早關門,書聲經聲從未聽見, 誰知到他吵鬧神把氣,消青知他厭換乃輕,不在夜出憂回情人, 此可證實,也就不忘下文,後來愈想前情愈各可疑,第二如降雪來換, 所說之然曾經暗中聽見,還要強制自己取那箭皮,第三夜天亮回來,忽然改變,並還說明心事,要為兒女報仇,說他悔吾還可, 而女證會和他決絕,誓死不嫁,他既從此灰心,證厚厚厚聲聲又說謠先好呢? 說大難信,決計親往一探,因每日均有爺貨,不能分身,這晚借口回家取貨本,向消逸告解枉取, 消逸見殺中無人,點了點頭貪到,清疾,我知你心事,你天性真厚, 潛夫昨日已和我說過,你去了圖子傷心,還有氣狗,不要去了。 燒青臉方一紅,燒日又說出一番活來,原來更一搖先也入了情魔,每晚燒肉必往相聚, 為恐人知,江雪出主意,每晚由江雪前往里代桃薑,故意造出 些燈光人影和腳步跳動之聲,即等天亮前燒肉回家,江雪才走, 其實江雪也有心心,知道燒青有愛,又不放心他哥哥, 村人驅恨燒肉,只要看出他在家,不難瞞過,必不會入內相見,可時燒青而興不在, 早晚必成夜茶看間圈,知興在家,更少不了常來慰問,明知不是伴, 無如愛知過心,只要能見到,說上些時的活,憑自己的口齒心思, 未必無望,未必無望,就不行,也死了這條心,到底還見著他一次, 此一念癡情,每夜替人手空放,眼都望穿,燒肉和搖先是情愛如濃, 如有二日一拜塗地,不可收拾,每罪必定盡情親愛,也必定通哭幾場,燒日恩二女將得甚像, 幾被門過,誰想門人類禍,早在暗中插探,據實品告, 雖然三人知道詩情泄露,至多略受羞辱,還可借此掩飾,無關緊要,心事確關係太重, 詩浩泄露不得,所以葬母以後,彼此暗中相戒,永不再提, 防備周密,不但機密未試,二人想失無虧情況, 反直已露出,燒日文報,又連又恨,知道二人每罪必哭,情即可疑, 計一想,二人本來相愛,又有無命,樂得成全,即扁遠秋惠二有十間謀,一聚情網,彼此都想顧存, 互不捨情人送死,終有易謀,入狗自消,反正小夫妻不會分開,管他則審,便把這情理暗中曉譽告物之人,建築不許張揚,他們本是夫妻,不過不該喪終思回, 規探陰陰思,不是正人君子所謂,既未探出逆跡,就有也無能為,可由他自去,以後不再作規探,為者處佛, 眾門人之師父自用相傳,所說也極有理,誰都害他不了, 幾時心念都好,諸多回護,探了幾次,不過如此,也就不以為意, 蕭逸指而心搖先有詐,卻沒把降雪放在心上,疏忽過去,以戰鬧出不少事故, 潛夫恩師父不許再對人說,蕭青問他,也未明言, 這時聽蕭逸一說真相,才知興掌實在非人,與人憂會無縫, 照他那晚自然治癒口氣,亦謀遲早發作,此時指自己一人之情,舉法罷, 同胞骨肉,於心枕忍,不舉法,遲早獲法,萬一真果相了宿父, 如何是好,想來想去,只盼宿父所適宜人為了情愛,不敢妄動,佔色亦謀,方是絕妙,此愛, 除了隨時隨地隨地跟店宿父和朱弟妹,留心戒備,更無線差, 此一來,反盼卿掌和搖先情我日口,不但不想勸阻,連舊日的家都不再回去, 免他見了內愧外眼,於是苦了降雪,每夜盼穿秋水, 不見消青歸家,其世又不能去尋他,又想成癡,癡結鑽痕,奮擊之下, 自覺生趣毫無,有時倒氣不去,看了兩小夫妻人前人後, 輕輕我我情景,雖然為樂不長,結果一樣傷心,到底人家你連我愛, 尚了心願,自己能夠過這樣半天日子,當時死都不屈,雙營之下, 愈發難堪,堪窜,只念忽然把握不住,會把這夫這樣的人愛如生命, 近來日子愈近,二人每一想到報仇的事就抱頭痛哭,大有怕死之意,自己成他母女是若姐妹骨肉一半, 報仇而至,原本不在多人,反正活著無味,何不拔者是一人承擔下女, 事緣給他開脫,作為替主報仇,與人無干,再抹上幾句恩師情不亦無仇的話, 以為證實,成就他們未滿因緣,何苦非三人同死不可, 愈想愈激烈,勇氣躁爭,決計趙遠秋為言,將所用枝密陷中準備,即日乘機發難, 遙先先對他還留神防範,一指一九,見毫無意中,應用各物又在貴中所著, 算計他不用那兩樣東西無法下手,既未明索欠取,也就不以為意,疏懈下來, 縫長王瑪姦 曼華 給他點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